最後的話我們再加一個按鈕 刪除資料以外的工作表 這個我看一下 我這個應該把這個程式 呈在這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刪除那個資料以外的工作表 我重新寫好了 我把它寫在一起好了 當然這邊太多Module 看起來有點混亂 那我把它寫到 我把它寫到Module3下面好了 這個Module4裡面好像也是空的 我把它刪掉好了 OK 把它寫在Module3的下方這邊好了 Enter一下 OK 那首先的話我要怎麼寫 刪除那個資料以外的那個工作表 首先的話一樣打個sub 輸入卡調整一下就是輸入卡 打個sub sub之後的話後面加上它的名稱 刪除資料以外的工作 Enter一下 這個sub其實就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這個按鈕 OK 所以將來當然你有個sub 就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OK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刪除 資料這個工作表以外的其他工作表 那首先當然如果你要刪除工作表的話 記得會有一個指令一定要記得 哪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的話前面有講過 蓄詞 SHET 加S 蓄詞的話指的是工作表集合 刮鬍之後的話如果你要刪掉第幾個 比如要刪掉第1個的話 那你就刮鬍1就可以了 後面加一個點Delete就可以了 點Delete 這個 如果你執行這一個敘述的話有沒有 他應該就會幫你把第1個給刪掉 那你說 老師那我要刪1、2、3的話 那我不是跑個回圈 for i等於1到3 那就可以把結果給刪掉了嗎 他這樣想是沒錯啦 不過可能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ESAL 如果你把第1個刪掉的話 假設這個編號這個是第1個嘛 這是第2個 第3個 第4個 可是如果你把第1個刪掉之後 它這個工作表會怎麼樣 會把它地補 因為1不見嘛 2就會地補到1的位置 然後3的話也會地補到2的位置 4的話也會地補到3的位置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現在執行 比如說我先Delete的第1個 執行 他會跳這個啦 是不是要永久 4把它刪除 那你會發現第1個不見了 可是理論上我要刪的是第2個 比如回圈應該是出第2個嘛 可是你會發現 因為剛剛第1個刪掉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刪第1個 再刪第2個 第2個就刪這一個嘛 再刪第3個 第3個就出錯了 因為沒有第3個了 所以假如說你要刪除資料 工作表的話 我是建議你顛倒過來刪 什麼叫顛倒過來刪喔 就是說你要刪的話 你可以 就是先刪尾巴的這個 比如說我再把這個恢復 比如說 無法之心 等一下 該聚期 是我剛剛不小心把它刪掉 有可能 屈有 屈... 那我可能應該不小心把剛剛那個... 那個那個... 我剛剛寫的刪掉 OK 沒關係 等一下再把它補回來就好 特別注意 把它顛倒的3就OK了 然後 只是要怎麼樣顛倒3 我先把那個程式先救回來 那其實... 讓我再關掉 頂屈的 我先把這個 啦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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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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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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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